独家于远起新型子宫男兽孕二胎怕向于祥全。 于天和李亚萍的37岁二女儿于远起带老公哥瑞,女儿乐乐一家三口一起接受《苹果》专访,乐乐现在八个多月大,于远起透露打算等乐乐二岁再考虑拼第二胎。 不过于天和李亚萍都没刻意催生,原来是怕于远起若生了儿子,儿子会向于祥全,我妈觉得小孩越多烦恼越多,不如生一个就够了,好好教育她,如果再生一个向于祥全怎么办? 于远起当初和哥瑞交往两个月就做人成功,一集于天里亚萍一开始知道喜讯的反应,于远起说,我拿烟蕴棒给我妈看时,她的脸很惊恐,等她平复情绪后,隔天就问我真的很喜欢哥瑞吗? 如果没有就生下来自己养,不要为了小孩而结婚。 他表示当初和哥瑞就是一结婚未前提交往,但由于他有直肠癌病时,跟哥瑞一度都担心生不出来,还要哥瑞先去做健康检查,没想到马上就发现自己怀孕,让他又惊又喜。 我一直觉得这辈子应该生不出来,医生说我的子宫又是心形,不好受孕。 如今于远起每二周带乐乐回娘家住,乐乐更成为李亚平现在生活最大重心,于远起说,我妈说乐乐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婴儿,乐乐叫她下跪,她都可以跪。 但母女俩常为乐乐的教育方式吵架,我常抓到我妈偷喂乐乐吃玉饭团和汉堡等,她还说要给乐乐喝大补汤炖猪再加盐巴,一般人泡奶是先加水再加奶粉,我妈却是先加奶粉再加水,这样会让小孩拉肚子,我讲她她还不高兴,三天不跟我讲话。 不过李亚平虽腾孙心切,却不希望于远起再生第二胎,担心女儿第二胎生儿子,于远起透露,我怀孕时,爸妈就一直说要生女儿,如果是儿子,就丢回去给我老公家养。 喜欢小孩的哥瑞当时也不断提醒她要准备生第二胎,让她压力大到一度产后忧郁,最气的是我坐月子时,她朋友来看我们结束后,她说要跟朋友去吃饭,还白目的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 我说你现在是怎样,要把我跟你女儿丢在这里吗?最后她甚至气到脱口说出离婚二字,我说那就离婚吧,但小孩是我的。 抱你之,产透忧郁症严重恐憎恨新生儿。 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说,产透忧郁症发生率约未二成,好发于妇女产透二至六个月,一病情严重程度不同,病情可持续三个月至一年不等,发生原因可能是妇女个性追求完美,平时较多负面思考,或生产未在人生计划,产透家人不支持等,造成妇女压力倍增。 甚至是生产后未照顾孩子,睡眠品质不佳,引发大脑血倾诉,退黑激素分泌不足等,均可能导致妇女予产后心情忧郁,胃口降低疲倦等忧郁症状,病情严重时还可能会增恨刚出生的孩子,提醒若妇女产后持续心情忧郁,建议应求一评估,以防病情持续恶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